黑男拿起金爐 怒砸自小客挡風玻璃 不顧駕駛狂喊 繼續用盆栽狠砸 好啦 不好意思啦 好啦 我開始累啦 駕駛拼命喊抱歉 明明不認識 为何被砸车 画面倒转 原来是因为蓝色自小客 围停车道买冰榔 被按了一声喇叭 仿佛踩爆地壘 被对方疯狂逼车 蓝色自小客先从左边逼车 怒标三字金 再从右边串出蓝车 紧黏白色自小客 下车踹车不要脏话 驾驶趁机落跑 在车上打电话报警 我要报警 我被逼车然后砸我车 没想到停在路边 这下被砸车更用力 金爐盆栽通通拿来砸 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 因为他停在路中间 我把搬他不送 他现在给我弄车 人家跑他了 驾驶报警 警方围捕歹人 短短一小时内 抓到杂车嫌伴 两名男子的车上 还藏有毒品 被依毁损恐吓 毒品罪嫌送办 但被杂车驾驶心有余悸 大喊实在误告虽 只是按个喇叭 爱车差点变废铁 让人心惊惊 就来关张 台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